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學賢 本網昨天最高的氣溫破了全年紀錄 今天依然是非常熱的 看看外面的情況 今早日出之後 見到維港外面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而主要都是一些薄薄的低雲 我們預計這些雲會在日間消散 故此今天會是天情的天氣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在尖沙咀總部兩六到二十九度的低溫 而在新界北部的打鼓嶺 由於散熱比較快和沒甚麼雲 故此今早早的天氣是比較涼爽 但都有成二十五度 第一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極度受到公共反利潤所影響 整個華南沿岸地區 包括香港在內雲量都是相當少 我們預計這個情況在周末維持著 故此周末的天氣都是天情和酷熱 至於詳細的預測會是這樣的 天情酷熱 日間市區最高氣溫上升到三十四度 而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風會吹輕微至和門的南至西南風 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依然生效 酷熱天氣警告已經生效了整整十三天 而今天踏入第十四天 而今天最高的紫外線指數去到十二 強度是屬於極高 故此今天如果真的要出街的朋友 記住要注意三房 就是防曬、防暑和防疫 記住戴上口罩才會出街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周末會是天情好熱的天氣 而去到下個星期 由於高空反利潤會有所減弱 故此趙雨會慢慢增當 而去到下個星期中後期風勢會較大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五 再見